群众应当享有的这种公共文化服务 我们注意到文化产业真心规划 对未来的发展确立了一系列的目标 那么概括起来就是这样五个进一步 其中包括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 文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文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 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进一步扩大 那么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规划制定了哪些具体措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文化产业的规模在我国还远远没有发展到位 据测算 目前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足3% 而美国的占比高达25% 日本则达到20% 欧洲平均在10%到15% 即使就位于亚洲的韩国 该比重也高于15% 中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大国 但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化产业 这无疑是产业发展的一大遗憾 力求振兴中国的文化产业 正是方案推出的大背景 而本次文化产业振兴方案的亮点 就是要将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和国有文化企业 向企业制公司制改造 让传统的事业单位接受市场的吸力 从而形成大规模的传媒航母 就是要加快资源整合 我们要培育一批骨干的龙头的文化企业 当前我们正在加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 专期改制和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的步伐 增强国有文化企业的实力 活力和竞争力 蔡吾表示 要通过支持和鼓励大型国有文化企业集团 执行跨地区跨行业坚定重组 着力培育一批实力雄厚 具备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骨干文化企业 通过对这些大型国有文化企业的支持 增强国有文化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目前文化部已经在着手组建中国动漫公司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和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公司 打造能够与国际同行竞争的国家队 增强三个动力 强化三项保障 发展三大产业 就是要着力发展以电影 电视剧影视动画为重点的内容产业 着力发展有限电视网络产业 着力发展基于数字技术 网络技术的广播影视新业台 增强三个动力就是要生化产业改革 增强体制动力 加快数字化的发展 增强科技动力 着力去开拓国际顾虑视察 增强需求动力 强化三项保障 就是要转变政府指南 完善产业政策 培养产业人才 努力为产业的发展 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